妈,妈,别干了,这东西已经把你收拾好了,你回老家住去吧 儿媳妇,怎么了,怎么让我回老家呀 现在这小宝啊,都已经上初中了,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作用了,你就回老家住去吧 儿媳妇,你看,我都把孩子带到上初中了 这么多年都没回老家了,那老家的房子恐怕已经没法住人了 哎呦妈,我说你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了,那你试试说让大哥大嫂进行笑了吧 你现在让我找你大哥大嫂,我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妈,我帮你联系大哥大嫂啊 这样,你先拿着东西啊,你先走,我一会儿呢,给他们打个电话啊,快走吧 是吗 就是 老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个家谁做住,你心里没点数啊 你做住,你做住 妈,你怎么来了呀 儿子,你弟妻她羡慕老了不周幼了 把我给赶出来了 那老二呢,老二就不能管管她媳妇吗 老二她在家不当家做不了主啊 那她当初让你过去给她带孩子的时候 她怎么不嫌弃你不中用呢 哎呀,还请那些有啥用呢 妈,这些年我跟晶晶给了你不少钱 你是不是一分都没攒,全部花给你大孙子了 那我能不给我大孙子花吗 妈,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说我现在管你吧 可是你自己想想你当初做的那些事情 这晶晶坐月子的时候让你过来 哎,你一听是个女孩 你当场就不管了 还说什么以后,哎,以后我不用你们管 那你说,我现在要是把你带回去 那你让晶晶怎么想呢 啊,二十岁 老婆,我回来了 老婆回来了 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 赶紧洗脚吃饭吧 好,老婆 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刚刚在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看到咱妈了 她说她被孟孟给赶出来了 啊,这怎么会被赶出来呢 妈说的是,孟孟嫌弃她年龄太大了 不中用了 那,这怎么办呀 要不老公,咱让妈搬过来跟咱们一起住吧 老婆,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这毕竟啊,她是我亲妈 再说了,老家那个房子啊 她也确实不能住人 哎,我们俩之前给的她那些钱 我没想到 她,她卷全花给她大孙子了 老公,还记得那些事干嘛呀 这以前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再也不能看着妈没人管不是 这过去的事情呢 不管是谁对谁错 以后咱们就都不要再提了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 把妈接回来 好 走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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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 走 夜公 妈,这样 妈,咱们回家 去